乡下女孩大字不识 却成功面试上500强企业 顺利当上秘书 老板选中女孩 只因她的手速太离谱了 一分钟300字 居然还没有错字 老板不敢相信 小美第一纸缠这么强 于是决定带她去参加 村里的键盘侠大赛 只要拿到冠军 就会赢得万元奖金 这样就能白嫖到一天的烟前 就这样 小美在老板的带领下 来到了比赛现场 想要获得最终胜利 就得打败在场的百名选手 可这对于轻微射恐的小美 心理压力很大呀 因此在比赛开始时 所有人都在迅速敲击键盘 只有小美还在紧张地东张西望 没有进入到比赛的状态 结果可想而知 老板气得拿方向盘撒起 接着就把小美丢出车外 惩罚她走路回家 第一次比赛就输了 这让小美感到非常伤心 她懊悔自己没有拼尽全力 渴望再获得一次比赛机会 似乎是听到了女孩的心声 老板居然找到她 解释说自己在激发她的潜力 因为她曾经就是运动员 拿到过许多冠军 靠的就是科学的训练方法 她希望可以把小美培养成世界第一 但小美目前距离世界纪录 还差了将近半个世界纪录 如果还是用一指缠 手速肯定不够快 那要怎么提升呢 两根不行那就十根呗 而锻炼手速最好的办法 便是弹钢琴 不光是练手速 体力也必须跟上 每天跟老板跑十公里 别看只是敲敲键盘 但是在赛场上 全程神经紧绷 消耗的能量能有三碗米饭 最后就是协调训练 老板在一旁语言干扰 甚至是动手动脚 女孩得一心二用 边说话边敲键盘 为此她还示范了一下 专注的最高境界 这套方法论倒是不错 就是废手 经过一段时间魔鬼训练 小美已经可以达到每分钟480字 你见过只有女性 才能参加的比赛吗 而全场的C位 是个喜欢比国际友好手势的大姐 她创下了每分钟500字的记录 是个名副其实的键盘侠 而她的对手则来自农村 不识半个大字的小美 比赛正式开始 双方食指敲打键盘 速度不相上下 但大姐却从容不迫 因为她的装备克了精 妥妥的是个人民币玩家 相反小美的机器就慢吞吞的 换指时还出现了故障 小美意识慌了神 老板也觉得输定了 然而当裁判公布结果时 两人都不敢相信 小美和大姐竟然打成了平手 因此评委们决定加时 听到这个消息后小美想放弃 老板只好鼓舞小美 听到这话她又坚定了信心 大姐也变得更加强势 裁判吹响哨子 加时赛正式开始 然而老板却在这时离开了赛场 她刚刚撒了谎 平时训练小美根本没有突破过五百 而老板这么做 只是想激发出她的潜力 她蹲坐在门外 祈祷奇迹发生 谁知受到鼓舞的小美 居然真的突破了自我 以每分钟509个字 打破了国内记录 成功获得冠军 颁奖时 小美如同仙女下凡 被众人不断追捧 老板想上台去庆祝 但被人群推到了最后 这是一位资本家 找到老板对她说 老板气到裂嘴 但她知道资本家说的有道理 小美想要参加世界赛 就必须接受资本的介入 于是她故意和小美吵架 撤掉她的秘书身份 让小美恢复自由身 去完成她的梦想 从此小美投身于资本市场 一时间各种通道满天飞 曾经陪她一起夺冠的打字机 现在却被换成风靡的潮牌 不断刷新人生巅峰 打字速度却陷入了低谷 从原来的每分钟500字 到现在不到300字 而距离世界大赛 却只有一个月不到的时间 就现在这种水平 还怎么为国争光呢 她开始自暴自弃决定躺平 直到这天 小美收到一件包裹 拆开一看 竟是她最初使用的打字机 里面还有父亲的信 上面写着 勿望初心方德始终 似乎是想让小美记得 那个陪伴她一起成长的教练 在这场世界级的键盘侠比赛上 五眼联盟同台竞技 参赛选手上到54岁大神 下到10岁小学生 只要你的手速足够快 就能登上这个舞台 一旦失败就会遭到嘲笑 经过重重筛选 最终决赛终于来临 前世界冠军蛇精女 对抗农村姑娘小美 三局两胜 一分钟内字数多的获胜 第一局开始 小美就展现出惊人天赋 蛇精女也丝毫不落下风 最后还是小美获得了首局胜利 眼看形势不对 蛇精女开始不讲武德 一句话直击小美灵魂 还没回过神 比赛就开始了 虽然慢了半拍 但往往比赛关键 就在毫秒之差 最终蛇精女敲下512个字 而小美受情绪影响 只打出了506个字 蛇精女追平大比分 小美气急败坏地跑回后台 而约定好来看比赛的老板 却没有赶来现场 她究竟在哪 其实就在刚刚 老板来到了赛场上 她本想见小美一面 却被小资本家阻拦 认为她的出现 会干扰小美进行比赛 结果老板直接一拳过去 把人打倒后 转身去了后台 时隔一年 她终于想清楚了 自己想要的不是什么冠军 而是一个能陪伴她 一起成长的女孩 老板来了段深情告白 而小美在受到爱的鼓舞后 表示比赛没有什么悬念了 抱着老师打字机 重新回到舞台 看到这一幕 蛇精女一脸猛逼 居然拿老古东挑战智能机 但小美却认为只要有爱 就没有无法战胜的对手 比赛结束小美以515个字 打破了世界纪录赢得比赛 台下观众也全体起立 高声欢呼庆祝历史性的一刻 两人也紧紧拥抱在一起 小美证明了自己 也印证了勿忘初心方的始终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了 我们下期再见